我们多做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把上个礼拜的八个栏位 把它改成四个栏位 跟一个栏位 为什么会需要做这种变动 主要就是说 是你将来的资料的不同需求 你可以做不同的分割 当然理论上 如果假设他们这个 比如说像 那个什么 诗好了 诗有假设有四 这个 比如说绝句好了 比如说四句好了 那你可以分成一二三四句 把它分成四个栏位 让它分别放 你假设要查询或检索的话 你可以分别再去查不同的句 比如第一句常出现什么 什么字词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分别来统计 如果假设你不分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成单一栏 它就从头可以查到尾 那这个第一个就分栏 尤其最重要是这个 把它分成一栏 OK 那另外的话分栏部分的话 我是建议呢 这个上面还是一样 需要多插入一个栏位名称给他 因为将来我要做检索也好 或者是说我要做插入数据分析表也好 像刚刚有没有 字评 上面我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栏位名称给他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栏位名称 那将来你要做栏纽分析表的时候 它显示出来的 有没有 像这个有没有 你要拖拉的时候 它会变成它没有一个栏位名称让你拖拉 它会显示出来 第一列的资料 所以出现人 那怪怪的 OK 所以记得一定要多一个栏位名称给他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许 我们就是可以在上方吧 比如这个单栏一栏的地方 上面再插入一列 按右键插入一列 不过插入一列 好像就不对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插入一列 比如说这个是 什么 这个是三次 三次清 我不知道给什么栏位 这三次清 OK 栏位名称叫三次清 OK 我只三次好了 好了 这两个名称 给这个好了 OK 那你会发现不对啊 那这样的公式 如果因为我插入一列之后 它结果就不正确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上面这个第一列 我们根据列嘛 所以如果假设我插入一列 也要能够正确的话 那怎么改 该改哪个地方应该就正确了 这公式 因为我好像多减了 这个变成二嘛 那所以我再插入一列 那不是这边应该是什么 在层上减掉 应该是刚刚是减一嘛 那现在是不是要减二 对 试试看好了 减二看看 打个勾看看 诶对的 有没有 所以呢 刚刚本来是减一对不对 那减一等于是会得到二 那如果再多减一 变减二的话 那不就变成一 诶对应该这样 没错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要做枢纽分析也好 或者是说做后面要做查询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公式这个地方一栏上面还是要多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因为如果没有栏位名称 你将来要做检索 其实也麻烦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一栏上面 再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OK 然后所以这个是分栏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做字评 所以字评部分我是把它分割之后 再利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得到结果 OK 类似像这样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OK 所以今天做的 然后最后的话在验证什么 验证那个CHARGB 它得到的给你的答案是否是正确的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什么版本的关系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查一下 我刚刚看了一下 对那个版本其实落差还蛮大的 只是说你要去比较 不同版本到底差在哪里 哇 那这就是一个很很大的一件事情 OK 你要怎么比较说哪些地方不一样 然后查出来的次数 这个是CHARGB 它上面列的 但实际上好像落差是还蛮大 那我们主要是利用那个COINF 这个函数 去做一个比对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假设希望 知道 刚刚呢 我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查出来 比如说像 诶这个什么 试好了 比如我想知道 试总共出现13试 那我假设很好奇 我想知道说 诶到底那个在这个三字清里面 出现试这个关键字 到底它前后文是什么样 因为试你只看到一个试 但是那一句 有没有 那三个字可不可以让我调用出来 那如果你要把那这个有试出现的 那些资料都调用出来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所以最后的话 我会希望说 诶可不可以帮我弄一个 可以查询的功能 最好是说 我可以一个按钮按下去 然后它跳出来 请输入关键字 那我就把关键字输入之后 它自动帮我把结果 诶 显示出来 那更好 更贴心 不过来 如果我想做这件事 应该怎么做 最简单 最后的话 我们利用刚刚讲的这个 公式分成一栏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我多做一些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公式 这个-2 本来是-1 把它改成-2 因为我多插入一个栏位名称 叫做三字金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查 到底字评里面 比如说刚刚统计出来 4 这个我觉得很好奇 到底试13个是不是都叫试书好了 是不是13个里面都是 试指的是试书 还是试什么 我不知道 我想要知道这13个 到底它的全文是什么的话 那我怎么查 特别注意哦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 查询功能讲完 哇 那今天这个范例应该相对完整 所以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要做个查询 查出某一个关键字 就是在这些里面的哪个地方出现 那应该怎么 第一请各位注意哦 请你游标放A1 二的话呢 找到资料里面有个叫做 叫做什么 这边不知道 各位有没有用过一个资料叫筛选 那特别注意哦 在以Sale里面哦 它如果要做全文检索的话 或者叫查询资料的话 就是利用这个筛选 那筛选的话 我记得好像以前有用过了 按下去 记得游标先放A1 按一个筛选 那你会发现 按下筛选之后 它会在这个A1的 有没有发现 它的右边出现一个下拉清 一个箭头向下的吧 那这个就是让你产生一个清单 那当然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再按一下筛选 所以按一下就有 按一下就没有 它等于是看你 反正有没有按 有按跟没按而已 OK 那如果假设我要把 是这个关键字给它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请记得找一下 底下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会出现文字筛选 因为它这一栏里面放的都文字 所以它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文字筛选 你要怎么筛选 它给你很多选项 你是要找等于完全一样的 可是我要找4 应该它说三个字 我打一个4 它应该不会理我吧 然后或者不等于 开始结束 不是哦 我应该是包含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找到文字筛选 那边包含 然后直接把4打上去就OK了 所以它会直接 所以如果假设 你今天是要做一个关键字查询的话 很简单 资料的筛选 找到文字筛选里面的包含 它问你说 那包含 请问一下你要包含哪个字 我输入4这个字好了 OK好 那适中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你要的资料显示 把不是4的资料全部隐藏 而就按确定哦 所以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 就会这13 应该是13个吧 理论上应该是 如果假设你要把这些资料 拿到别的地方用的话 那你可以Ctrl C 然后你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这些贴上 那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工作表名称改成关键字 然后4好了 OK好就这样 关键字4 这样 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是放关键 里面有发现13个嘛 所以扣掉栏位名称 底下总共到第14列 它没错13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这个 试在三次经里面 都怎么用 其实不只是试书哦 试书好像比较多了 这边有试试书 试书熟 试书好像两个 其他都是嗜碎 诶 容嗜碎 那恐龙嗜碎 恐龙让离吗 是不是感觉好像有点神话的感觉 OK 嗜碎就懂得让离了 OK 然后此试 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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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什么 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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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书的变化 试方 试赌 试明 试生 OK 还有试师 试书 四百载 四百年 OK 好了 国治寺 OK 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各位有兴趣自己再了解一下 好 所以啊 我们字评里面我大概就知道 原来4就是这些 那我比较好奇的比较5好了 诶 5还要什么 5 5有11个耶 11个到底哪11个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很简单 再把这个筛选取消掉 如果你要查5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有没有放这边 筛选 点击这边 文字筛选 包含 输入5就可以了 诶 诶 5有哪一些啊 到底5 5 5 5什么 11个为什么也是这么多个 所以啊 我们以前是从头看到尾 所以你没办法抓到药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最重要的把它显示出来 你就看最重要的 再去针对这些观念字去分析 那你就知道三字经的核心思想在哪里了 有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说 哪一部经典的核心思想在哪里 对不对 那当然我是觉得数量一定是很重要的啊 不然为什么他讲那么多次 对OK 所以按确定 就这些 交5子 OK 5子 5子 5子是5个小孩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5子 5子 哇 那5现在应该 OK 5型应该就 5常 5色 5味 5臭 5浮 5子 5霸 5代 OK 所以其实理论上好像不单指 这应该是讲数量啊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再把这些把它存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Ctrl-C 一样再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它Ctrl-V贴上 那这边的话就 关键字 5就可以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最后如果要把它恢复的话 再按筛选 它又恢复了 可是你说老师 这样好像有点麻烦耶 我要查 我还要手动 那我可不可以写一个程式 自动输入关键字 自动帮我把结果产生出来 那更好 可是问题你要写程式 如果你假设 你的需求很简单 你只是想要查资料的话 我是觉得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筛选一下就好了 再包含就找到了 就有关键字查询了 对不对 如果你说把它写成系统 除非说很多人用 或者是你经常用 你才有必要 可是你只是用一两次 你干嘛写成系统 你不是吃饱撑着时间太多吗 OK 所以有的时候 我是觉得以Sale 它的功能 真的是非常的 能够让人家很快就会用 所以其他的话 这些关键字 不妨你们也可以查查看 你不要有兴趣的 像我是觉得这个学 这个应该蛮重要 所以你也可以再查一下学 学有哪一些 比如说这个地方 那查的方法 应该现在都会吧 文字筛包含 这个还蛮好用的 学 我想要把学这些通通绣出来 有没有 那其实跟各位讲 这些就是三次经最重要的精神 它就是要你学 那怎么学 就在这里 你就把这些 把这些再叙述一遍 然后把里面的 把那些解释一下 然后把相类的 再把它分类 有没有 然后大概 一样的东西 就不用特别特别讲了 有没有 不学不学 不学 很爱讲不学 OK 那意思就是要你学 但是一定要叫不学 OK 人不学 狗不学 如果不学 OK 好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最后呢 今天的练习作业 基本上大概几个 第一个分栏 第二个的话 就是 自评分析 统计结果 第三个就是 那个什么 ChargeGPT 这个 最后的话 就是做什么 关键字查询 查询记得 把它恢复 就按一下 它又恢复了 查询结果 你们自己再找几个关键字 自己查完 把结果call过来 这样就OK了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 最后是写个程式 不过我是觉得 写程式这个比较难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如果可以把 程式写出来 哇 那你的检索系统 就可以写出来了 以后你要检索什么 样的资料 马上就可以查出来了 OK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 不然的话 以前如果你没有这些功能 你要怎么查 光查资料就头痛了 OK 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